嗨 大家好 我是Wells 欢迎回到极客逻辑 我在之前的节目中曾经给大家介绍过 上世纪90年代 中华学习机的普及促成了 中国第一次青少年编程学习的高潮 也拉开了电脑走进家庭的序幕 事实上 中华学习机还有一款 同样由清华大学研发的兄弟机型 却显为人知 产量较少 那就是小蜜蜂学习机 这次我搞来了一台 伊拉克成色几乎报废的小蜜蜂学习机 来尝试下是否能修复 并和大家一起探索他的奥秘 1984年2月16日 小平同志在参观上海市十年科技成果展时 做出了计算机普及要从娃娃抓起的指示 让中国千千万万青少年 跨进了计算机科学的殿堂 这句意义深远的话 有力地推动了我国计算机普及事业 和信息科技事业的长足发展 自那以后 很多中小学开始设立计算机普及课程 但由于多数人不太懂计算机 选择电脑设备就有很大的盲目性 时任电子部部长李铁印 就只是研制一款普及型的教学电脑 于是由四机部组织 清华大学朱家维教授团队负责 与多家计算机制造企业 联合设计的CECI中华学习机 就这样面世了 事实上 在同一时间 同样是清华大学的 乌震生教授团队 也设计出了小蜜蜂学习机 共各地选用 但因为各种原因 并未获得市场认可 最终CECI占据了普及应用的主体地位 我的这台小蜜蜂学习机 是从货厂收来的 不仅发黄 外观还脏污破损严重 部分按键无法按下 真不知道它之前经历过什么 从背面的名牌看 它被生产于1989年6月 先把它拆开看看内部的情况吧 这内部简直是惨不忍睹 扬升器也掉了 感觉不是泡过水 而是曾经泡在泥里 简直是出土文物 芯片都有大自然的包浆了 说实在的 从这点来讲 这期节目是真的计算机考古了 对于这样的主板 直接水洗是最佳的选择了 很多人认为电路板不能水洗 事实上这是理解误区 PCB并没有那么娇贵 长时间泡水会让水中的杂质 腐蚀电路板 带水加电可能会造成短路 因此只要保证不长期过水 水洗后快速烘干 加电时保证PCB干燥就没有问题 主板上的IC座也有明显的尘土附着 为了避免接触不良把每个芯片都拆下 对IC座进行清洁 一些电解电容从外观看都已经变形了 古迹金漏叶 主板上一共也没几个 顺手都换了吧 部分焊点有生锈的痕迹 用WD40除锈后重新补焊修复下 这个NPN达令顿三极管的发射机引脚 估计被脱落的扬声器撞断了 手上没有合适的三极管替换 直接用接骨大法把它接起来 扬声器的纸盆已经破裂 干脆给它换个高级音响拆下的小喇叭 提升下档次 这样主板就基本翻修完成了 接下来轮到键盘的部分 拆下轴板 这真是有史以来我见过最脏的键盘了 取下键帽 不光有土还有不少草屑 我感觉这电脑应该曾经被堆放在露天垃圾厂 定位板和PCB之间的加层也有很多灰 先随喜初步清理下 再拆开后清洁吧 拆焊后取下PCB 这场面比预想的还要惨烈一些 继续拆解 把键轴取下 对PCB 键轴和定位板分别处理 对键轴进行测试的时候发现 大部分键轴都不能正常出发 看来只能逐个拆解后清洁修复了 工程量巨大 这款键轴的两个引脚就像螺丝一样 把轴套固定在一起 悬下引脚 轴套上下层除了卡扣外 还有胶水粘合 小心把它分开 居然这键轴里边都有一层土 怪不得没法触发了 用刷子刷掉浮沉后 再用无水乙醇 对内部的金属黄片触点进行清洁 最后把它组装起来 成功触发 我花了一点点时间 把所有的键轴都拆开清洁了一遍 并逐个做了测试 定位板有些生锈 把锈集合七层打磨掉后 给它重新喷个漆 一块全新的定位板就此诞生 接下来就是重新组装的时间了 清洗干净后顺眼多了 现在键盘也修好了 赶紧接起来 上电看看有没有奇迹发生 有开机身 居然没坏 能正常启动 电子产品比想象的要皮实的多 至于外壳和键帽 先把外表清洗干净 上下盖外壳都有开裂 还好都不在显眼的地方 用AB胶补墙一下 关于外壳发黄的问题 漂白王再次上线 由于发黄严重 这次直接上强烈的染发 双氧乳1比1对水涂在表面 紫外灯照射几个小时后 我得到了一套雪白的外壳 现在就能把它完整地组装起来了 背后接口的标签部分 我照着原来的标签 我照着原来的标签1比1做个新的 原来的标签居然还有拼写错误 来看看最终的成果吧 我手上还有一台香港华科电子制造的HKC8800A8位计算机 除了表面的印刷不同外 两台机器不能说长得很相似 只能说是一模一样 难道这两台机器是同一款 事实上 两款机器内在完全不同 HKC8800A只是Apple 2的简单仿制 让我们来看看小蜜蜂的独特之处吧 小蜜蜂使用了华科电子制造的65SC02作为CPU 并使用6颗门阵列芯片来处理地址 IO视频相关的信号 这提升了整体集成度并降低了成本 一颗2764和一颗27256作为系统ROM 8颗4164组成64KB的内存 在主板的最右边 就是小蜜蜂独特的中文子系统 使用了Z80来处理中文信息 通过PIO来和主系统交换数据 三颗27256作为ZUKU ROM 一颗6116作为子系统的内存 这次我们来写一段复杂一些的代码来做系统测试 尝试向显存中填满数据 看看效果如何 对于小蜜蜂的中文能力 我们来做更详细的了解 小蜜蜂的主系统和大部分的Apple II纺织机 没有太大的区别 但它的中文子系统却非常有意思 当我们请求输入汉字时 主系统将获取到的输入信息丢到数据总线 Z80PIO芯片被设定为双向传输 它将输入信息传递给Z80CPU Z80CPU对字库进行检索 找到相关的字型数据 再通过PIO传递到主系统的数据总线 6502CPU获取数据后再进行显示 正是由于有独立的Z80CPU来处理中文需求 这使得小蜜蜂的中文能力在同时代的电脑中首屈抑制 可惜的是 这双刃键也推高了成本 使用PR-5命令可以进入中文环境 小蜜蜂支持多达五种中文输入法 可以通过Ctrl加不同的组合键激活 在中文输入时 还能进行此组的联想输入 这在当时是绝对超前的功能 90年代中后期才逐渐普及 在选择后选字时 还能通过按下Ctrl加L实施切换输入简体或繁体函字 这让当时的其他中文电脑难以望其向背 Ctrl加Q提供的制表符号 也能满足大多数制表的需求 最后 让我们执行一段代码 来看看小蜜蜂运行中文程序的表现吧 小蜜蜂强大的中文能力还体现在打印上 为了测试 我从哥们那搞来了一台上个世纪的真式打印机 在没有USB的年代 打印机一般都用并口线连接 与主机通信的信号主要有Pin1 Strobe Pin2-9是8位并行数据 Pin10 Acknowledge Pin11 Busy 其余都是接地 小蜜蜂主机的打印口是20Pin的金手指 那就来动手做个转换版吧 在新闻模式下 使用PR-1可以激活打印机 但是我测试发现输入PR-1后 系统烫死 打印机也没有反应 关闭打印机电源就恢复正常 多次尝试后 发现在打印机关闭的状态下 输好打印命令 回车的同时打开打印机 这样有时能打印出内容 感觉是Busy信号的问题 系统一直在等待打印机解除Busy状态 拆开主板检查Pin11Busy信号 发现它通过过孔转到主板正面后 就空接了 Busy信号并没有传递到主机 理论上Busy信号需要和A0 A7以及IoSelect信号 一起通过一个三态门 接入数据总线DB7 莫非是小蜜蜂没有设计这个电路 不太可能 在我查询了相关资料后发现 原来这部分电路被集成到了GA8芯片 Busy信号被引到了打印接口的Pin10 也就是说小蜜蜂的打印口 并不是标准的打印接口 Acknowledge被弃用 那就调整下转换板的接线吧 在中文环境下 要使用Poke 40960命令来开关打印机 Poke 40963则可以设置字体 小蜜蜂一共有八种中文字体 我们来测试下 除了Poke命令 还能使用Ctrl-P来把屏幕上显示的所有信息输出到打印机 把这段代码打印出来 小蜜蜂依靠独立的C80中文字系统 它的中文能力超越了当时绝大多数的中文电脑 不过小蜜蜂的缺点也很明显 主机上没有软区接口 也不能直插Aparthe扩展卡 需要通过扩展口连接扩展柜才行 我在网上找到了HKC8800A的扩展柜照片 小蜜蜂的跟它长得几乎一样 里面中有两个软区 还有IO扩展插槽 过分追求中文能力 用C80来处理中文 而普遍的扩展需求则要购买扩展柜 这使得小蜜蜂的总拥有成本变得很高 我想这是市场失败的最主要原因吧 虽然买不到稀有的扩展柜 我们是不是可以自己来做一个呢 我根据资料实际测量了扩展接口的引脚定义 发现只需要将Device Select信号 通过一片74LS138一码解析出来 就能凑齐IO扩展槽所需的信号了 电路很简单 开动吧 没过几天我就收到了做好的PCB 我花了一点时间做了个成品出来 我们用一块软区卡和仿真软区来测试下吧 好 hard д 数换 以后 译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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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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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